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作者伊梦黄良播讲 幻音空第241章 当好人真爽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一周后 早上扫街的时候 刘带芳遇到了另外一个环卫工人 对方是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大爷 大爷今天的心情不错 一见面就打招呼道 哎呀 戴芳啊 今天应该发工资了吧 听说要涨工资了 咱们涨好几十呢 这个月我算了算 咱们都能达到一千八百多块了 哎呀 省得点用 每个月能存好几百了 然而 这话听到李浩鹏耳中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这么苦干一个月活才一千八 他给主播随便打赏都是一千一千的 想到打赏出去的五万块 想到大爷说的神吃点用 每个月存几百块 那五万块该存多久呢 李浩鹏不是傻子 小学六年级了 成厨法还是会的 一个月存四百 一年存四千八五万块 这里面算上去掉他爸爸之前挣的钱 哪怕是只有一万块钱是他妈妈存的 那要存多久 两年多呀 可是他花的时候用了多久 几分钟 那一瞬间 李浩鹏只感觉脑子嗡嗡作响 整个人如同心乱如麻 不是如同心乱如麻 就是心乱如麻 看着依旧在扫大街的母亲 待想想自己 不知不觉间 泪如雨下 他浑然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能够操控身体了 呆愣地来到了一边聊天 一边扫大街的刘戴芳的身前 然而 在对方惊恶的眼神下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呲哑地喊道 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那一瞬间 刘戴芳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只是觉得今天 太阳出来得有点早 还是个晴天 哎呀 大晴天呐 方正打开寺院的大门 看看东方升起的太阳 笑道 哎 住持 今天你的心情不错呀 正在扫院子的猴子问道 方正呵呵笑道 哼哼哼哼的确不错 不过有人的心情挺糟糕的 说话间 方正的手机就响了 方正法师 我要破财了 朱林虽然这么说 不过声音却带着几分兴奋 他按照方正的话 尽量往南走 结果竟然遇到了网站的老总 女强人清洁 两个人聊了许久 一见如故 清洁要重点培养他 并且和他签下了合同 每年有固定买断的工资了 而且还砍高呢 白万起 他不高兴 那才见鬼了呢 方正呵呵笑道 呵呵呵 要不是你破财了 把贫僧的话还给贫僧 如何呀 别 大师 我错了 那个啥 钱啥时候我打过去啊 我都催了你好几天了 你也不急 孩子他妈妈肯定急了 朱林赶紧认怂 方正和他认识以来 送过他两段话 结果一次救了他的命 一次送了他的前程 他哪敢得罪这尊活佛呀 方正笑道 那是你积德行善的结果 哎 贫僧也就是侍逢其会而已 至于钱嘛 可以还了 怎么还 就需要你自己费脑筋了 贫僧不擅长这个 好了 要吃饭了 不得白 说完 方正挂了电话 电话另一边 朱林气得只跳脚 弟子也没有一个 你让我上哪找还钱呢 坑人的大师 虽然抱怨 不过朱林还是赶紧行动了起来 以前知道行善心安 现在行善还能走大运 可实在找不到不做好事的理由 朱林盘算下 对方是松武县的环卫工人 那么去环卫工中打听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对方了 于是立刻行动了起来 当刘贷方收到五万块钱的时候 竟然一把推了回来 朱林恶然道 阿姨 你这是干啥呀 你是一个好孩子 这是你应得的 这些钱虽然多 但是比不上我儿子呀 我儿子经历了这一次的事情长大了 我的生活也有盼头了 不就是五万块钱吗 阿姨还年轻 在赚 刘贷方无比高兴的道 朱林笑道 阿姨 你觉得我很老吗 你都能赚 我干嘛不能赚呢 这钱呀 你得收回去 要不然我会被骂死的 掉粉了 那就损失大了 您就当行行好 收了吧 朱林嘴巴会说 三言两语就把那个刘贷方啊 给说活了 好像不收这钱 是坑朱林似的 无奈之强 刘贷方只好收了 不过他也明白 眼前的女孩子是好人 于是连连道谢 朱林都走了挺远了 回头看去 刘贷方还站在那里向他挥手呢 这一天 朱林的直播间有一句话 我发现 做一个好人 比找了一个男朋友感觉还爽呢 虽然我一直都没有男朋友 方正收到朱林的消息后 哈哈 满意的笑了 恭喜你又做了一件好事 系统道 方正道 没有奖励的恭喜 那都是耍流氓 系统干无语了 随着一纸四的名气大涨 前来一纸四烧香的香可是越来越多 方正每天收的香火钱也是越来越多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只投一两块钱的 入夜 方正看着小床上的一叠叠钱 眼影都笑弯了 好看吗 系统问 方正点头道 嗯嗯嗯嗯 好看 看够了吗 系统问 哼 没有 方正道 那你就多看一会儿 反正只是暂时放在你这儿 系统道 方正的脸顿时就黑了 系统啊 没叫你的时候 你安静一会儿行吗 你这么说话 要是出来很容易被揍的 哦 那你打我吧 系统道 方正仰头望天道 哼 总有一天我会打你一顿的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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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阳光落下 整个寺院仿佛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很beautiful啊 方正随意的翻看最近的新闻 看看留言 看看经文 日子过的 那也是优德自在 是悠然自得 就在这时 寺院的大门被敲响了 方正眉头一皱 起身开门 只见门外站了一名老人 额头上挂着汗珠 气喘吁吁的模样 显然是赶路上来的吧 方正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 有什么事吗 老头苦笑道 方正瓦斯 我是谭举官那老家伙介绍来的 我将十大柱 是隔壁村的 听说 你佛法高深 能给人答一解惑 特来寻求一个答案 本集播讲完毕 第四季 第二季